蕭王琪因這東西成柔道高手 冰激接人稅廉價賓館 常常喔 常常唱壞人家的音響 對啊 那你要賠錢嗎 沒有啊 幹嘛賠 那是你的問題 金曲歌王蕭王琪堪稱誇階又邪剛的 成功人生典範 曾拿下四座金曲獎座 淡淡歌手之前 卻是柔道高手 柔道社他們常常要集訓 然後集訓呢 就是都會有什麼牛奶麵包啊 這個也可以 當時小學的時候 小時候有牛奶麵包是很迷人耶 我有在94年的亞運拿到一個銅牌 就是喜歡運動 然後 你喜歡摔的 比如說你要摔 然後就喊聲的時候 剛好動作做進去這樣子 那會增加一些爆發力 就是內建的那個 內建的power就比較大顆一點這樣 常常喔 常常唱壞人家的音響 對啊 那你要賠錢嗎 沒有啊 幹嘛賠 那是你的問題 台灣做音響的就那幾家嘛 唱到所有的音響就知道說 今天蕭王琪要來唱 音響都會特別特別準備好一點這樣 如果唱壞他們音響呢 他們就要再重新再換新的啊 最高興的事情應該是拿到金曲獎的 第一次 我覺得是人生的一個最高興的事情之一 你說你是一個盲人 那你以前還沒有出道之前啊 什麼參加一些比賽都是跟盲人自己比 對 然後就覺得啊好了 第一名又怎樣 但他發第一張專輯後就面臨經紀人跑路 後來只能靠自己 從03年一直做到 做到09年 10年進華納 那我那時候的觀念就是說 反正我就是用一張滾一張 等到回本的時候 我再來做下一張嘛 比較辛苦一點就是說 你要到各大的那種咖啡廳啊 或是餐廳啊 然後去表演這樣子 然後去說 欸你要不要我們來這邊唱 然後順便賣端氣這樣 就用這種方式 以前都是這種方式去 去慢慢一張一張滾 我都讓那個經紀人睡那種 那種那種賓館 800塊600塊一天 味道很不好 然後從以前到現在 然後經紀人就去念我說 經歷過這一段 然後就讓他睡那種 這麼不好的那個 2007年才是一個關鍵嘛 就是佑嘉他們開始唱了我的歌以後 我生活就會變 就變得比較好一點 我那一年真的是很忙碌 就是一直在電話接不完 這個一個選秀節目 從黑暗變白天這樣子 就是滿感謝這些選手 順佑嘉啦 然後賴明瑋幫我唱阿嬤的歌 這些人幫我宣傳